本港陽性個案的總數本地個案有1323宗 包括583宗是直接經核酸檢測陽性的本地個案 另外成功在網上登記的快速測試陽性 而昨天經核酸檢測陽性的本地個案有740宗 另外我們有124宗輸入性個案 在院舍來說我們有兩間老人院舍和三間殘疾院舍 各自情報了一宗個案 大埔名外傅康苑有一個職員個案 瑞康護老中心在灣仔也有一個職員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將軍澳綜合復康中心在西貢 有一個職員確診 舊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服務器宿舍 在青衣有一個職員個案 在灣仔的聖雅各福群會禧名居 有一個院友個案 在學校來說有190宗陽性情報 包括159宗學生和31宗教職員 來自165間學校 過去七天有63間學校 有兩個或多於兩個個案 在情報 建議了以下這間學校 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在平石的基督教宣導會宣基小學 平石 總共有三個學生在過去這幾天 在4D班的個案 平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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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協定